太太 老爷回来了 到书房去了 不是 他到二姨太那儿去了 没出息 你下去吧 是 你下去吧 你下去吧 是 向玲 让老爷到书房去 说我在那儿等他 是 太太 我是一下车我就上你这儿来了 你说你想怎么样吧 老爷 您先坐一会儿 让二太太缓缓气啊 云妈 你先下去吧 让我跟老爷 都待一会儿 是 来 来 梅兰 刚才你说的那事 燕娇好像没给我提起过呀 我也是刚听说的 一定是林燕娇听了吴大夫的话 说我肚子里生的是女孩 她就弄出来一个什么倒霉的三姨太 反正我不管 这事你得给我做主 真是岂有此理 你才不把我当回事 谁啊 老爷 太太请您到书房去一趟 她在那儿等您 你去回太太 我正要找她呢 是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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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见了吧 生米马上就要煮成熟饭了 你找的还有什么用啊 说吧 要娶姨太太吧 是我娶还是她娶 就是的嘛 要是真有这事 我绝不同意 这次吧 要她怎么接来的 就让她怎么送回去 不行 我现在就要去找她理论 今天晚上 我就在你这儿过夜 你等着 老爷 你说话必须得算数啊 今天晚上多晚 我都去等着你 你就放心吧 放心吧 要去 太太 老爷说她马上就到 下去吧 太太 刚才 刚才在门外 我听见二姨太跟老爷 又哭又闹的 好像在为什么事争吵 老爷一个劲的哄她 说的话可那个了 说完了吗 我听着都觉得肉麻 您要听了肯定受不了 够了 不是想的东西 有你好受的 老爷 您回来啦 老爷您回来了 好像我犯什么大错似的 燕娇 你是不是现在 正张老子给我娶三姨太的 有这事吗 有又怎么样 没有又怎么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这不是请您来跟您商量吗 照你这么说 还真有这事 其实这是件好事 你们至于这样吗 一个哭哭啼啼 向家里死了人 另一个兴师问罪 好像我犯了多大错似的 燕娇 我告诉你 这次呢 我是绝对不答应你 你是怎么把人给我接来的 你怎么把人给我送回去 这件事啊 还真轮不上民说了算 给您娶三姨太这是有原因的 您不分青红皂白 您就过来指责我 我能服您吗 你说一个这么大的事情 你事先也跟我商量商量啊 我说你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爷了 上次我到庙里为您求签 您哼都不哼一声您就回城里去了 你眼睛里有我吗 这钱庄里吧 我就一大堆的烦金事 我回来了还是一大堆的烦金事 说实话我真的 我真的在这一点乐趣都没有 老爷 是这么回事啊 你一来啊不懂事 老惹您生气 我就到庙里啊为您求签去了 没想到庙里那个大师 根据您的生辰八字啊 他悟出了天机 这才成全了今天的好事 你别东拉西扯的了 你直接了当地说吧 你别东拉西扯的了 你直接了当地说吧 让他说去哪个人 杀就要去哪个人 输入了 这一年 在庙里不就已经 就是个人 他那他包好 你自己带到庙里 想要去哪个人 去哪儿 我那天是 他们想要去哪个人 那他叫啊 别人 小爷 他 是 我 你 我就不信 他就生不出一个儿子来 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 这是命中注定的问题 吴大夫 还有那个庙里的和尚 还有这个大师 都说梅兰啊命中无子 你等他生儿子 白家等了段子绝孙吧 您自己看看 您自己看看吧 吃完饭之后呢 您到客房去先看本人 如果您没相中 那说明你们命中无缘呢 那说明那只上上签 和大师所受的玄机有误 如果您相中了 那就是天意 后面的事情您自己看着办吧 给 对 请问小姐 为何要嫁给我坐下 没说之业 父母之命 云儿不可委呗 我问你是否自己愿意 我们家老爷说 这是上天注定的缘分 我当遵从 听小姐谈讨不凡 白某 请教方明啊 云彩儿 云彩的云 彩虹的彩 儿子的儿 云彩儿 这解释骂听起来 还倍感亲切的 白老爷 我们曾经见过面的 是吗 在哪儿啊 去年我们家太太病了 我来这里叫小姐回去 在客厅里 跟您见过 哦 那你们家小姐是谁啊 老爷是贵人多望事 我们家小姐 就是您的儿姨太呀 我是小姐 我是小姐娘家的丫头 云儿给老爷请 不 你坐 让我好好想想 见过 见过老爷太太 你是 云彩儿 我娘家的丫头 老爷 哎呀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认识 你不认识 是 是 你今年多大了 喂 老爷 芸儿是属羊的 今年二十三岁了 芸儿 这名字有点意思 你娘家姓芸啊 不 娘家姓什么我不知道 我是个弃儿 是瑜伽老爷太太 从小把我养大的 老爷说 我是从云彩上飘下来的 所以 就给我取弥附云彩儿 哎呀 天忆啊 难道真的是天忆啊 居然会随我所愿 老爷 我有一件事不明昧 想请教你 你说 你说 这事本不该我问的 这是本不该我问的 你说呀 现在呀 你可是我的三姨太了 你要说错了 我不怪你 白老爷 你既然已经娶了我家小姐 为二姨太 为什么 又要娶我做三姨太呢 不 这 出门之前 这 出门之前 你家老爷太太没跟你说呀 没有 他们只是交代我 守本分 进妇道 相复教子 这个 这个你跟我怎么说呢 你能跟我说实话吗 我看你是个 断文十字的人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按照我的声声八字啊 做庙里求来的呢 这是什么意思 太太呢 是按照她的指引 才找到你的 怎么了 提爱 你是不是不愿意呀 我们在小姐 要是知道你又娶了三姨太 一定会很伤心的 更何况 娶的是我 这婚姻的大事 是命中注定的 这事呢 你不必多虑了 太太自然会考虑的 老爷 你不嫌弃 云儿年轻不懂事 我当然不嫌弃了 那要是云儿 也生不出儿子呢 我 我相信缘分 虽然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给我生儿子 你看 但是我们 都是有因 今世有缓 我会冲爱你的小姐 老爷 你怎么记住我 那我就知道 顺应天意的爱吧 老爷怎么还不来呀 可能院子里有急事 他一时来不了 您就先去睡吧 不行 我就去找他去 明明说好了 今天晚上到我这儿过夜的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怎么能当儿气呀 老爷今儿个才回来 院子里有很多事要处理 天儿又这么晚了 太太把营祥您休息 不让他打搅您 那也应该传个口线过来呀 不行 反正我不管 今天我要是找不着他 我就一小五都不睡了我 你可外面使不得呀二姨太 您看看 您身子重行动不便 在外面又是黑灯下火的 你万一磕着碰着 那我怎么向老爷和太太交代啊 不行 不行 你和我一起就找去呀 哎呀 你就相信我 老爷今天晚上不来 明天一早他一定会来的 你就放心睡吧 来 乖 去吧去吧 都是些没良心的东西 我这次 我 我要是不生出个儿子来 我 我就不想要我 好的好的 二姨太 您一定会心向事成 睡吧啊 来 别扶我 好 没良心东西 老爷 老爷 老爷怎么还不来呀 太太 昨晚老爷在客房里过夜了 到现在还没起来呢 是吗 那么说 老爷和三姨太已经住在一起了 是啊 好 好啊 哎 太太 要不要现在把他们喊起来 我一个人吃 赵妈 等他们起床之后 把早饭送到他们房间去 是 太太 用过早饭之后 让他们到客厅 我在那儿等他 知道了 太太 好 香凉 嗯 盛稀饭 太太 不等老爷了 不等了 昨天 我要一个人享用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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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姨太 怎么你不认识她了 她 她不是二姨太娘家的丫头云彩儿吗 她现在是三姨太了 你知道该怎么做 您好 家宁姐你好 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 这是什么话 丫头就是丫头 姨太太就是姨太太 称姐叫妹子 称何体统啊 只要她们相处好 你管她们叫什么呢 大户人家 上下尊卑总得有个章法 银儿 往后有什么事 使回香菱 我 我没什么 香菱 往后 二姨太那儿 有袁妈照应 你就照应三姨太 聋了 我只会伺候太太 香菱姐 说话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是 太太 你刚才想说什么说吧 香菱姐 以后伺候太太您就行了 我身边不需要人 我心很臭 没没事了 下去 是 太太 老爷 昨晚睡得好吗 好 好 好 挺好的 老爷 对你好吗 我公主 好 谢谢太太关心 我说燕娇 你真是成全了一段美满的姻缘 我是差点是错失良机 是你自己成全了自己 我只是个牵线的人 这古人云 苗条淑女君子好求 可我呢 不单单只是以貌取人 那老爷是以何取人呢 我是看云儿品貌兼备 实在是可认 那以后 你可以不叫他云儿 就叫可儿吧 对 对管他叫可儿 好啊叫他可儿 老爷 你为什么说话不再说 我等你到天啊 我都没睡 你为什么这么追我 小姐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你你了 你了 我了 我了 你了 你了 什么三姨态 白家的三姨态 这是天意 老爷 这是真的吗 梅兰 明天我跟你解释 来 你坐下 我报警 你们都是骗子 合着伙来欺负我 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听我解释 梅兰 你听我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放开我 为什么 我一惊你了 白家 我又跟你生儿子 我现在拔转又生了 我也生得这么对我 简直就是个婆夫 再胡闹把你送进老房子 梅兰 山马 你把阿姨再送去房间 是 再把阿姨再送去房间 是 咱们 把阿姨再送去房间 那他要命 你这 你这 这 放开我说了 我说 我也是干扰的你 我说梅兰 阿姨 你疯了 他不是在家人啊 我叫人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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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把我病疯的 没了 杨妈 我的老师对 阿姨 阿姨 我的老师对 我们回房去 阿姨在你疯了 阿姨 我的老师对 走 回房 回房 听话 听话 回房去 云儿 你受苦了 先回房间吧 我跟太太说几句话 我还是 老爷 太太 我先回去 云儿 待会儿让香菱带你到院子里去转转 熟悉一下人和环境 是 太太 老爷 这件事还没完 不如你去劝劝梅兰 她也许会好一些 现在是时候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自己看着办吧 二太太 您就不要哭了 这母子怜心哪 伤心您会冻了胎气啊 我都不想活了 还有儿子跟什么 太太 您千万不能说这种话呀 太太 怎么打的事儿瞒着我 去的还是我们家的丫头 你说我怎么能忍受这口气呢 二太太 我是个外人 本不该管闲事 谁叫我跟您有缘呢 您就听我说一句啊 这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这嫁得猴子你满山走啊 您这不是做小的吗 这就要看做大的脸色形式 这才不会吃亏呀 您说我说得对不 那您说 那您说 老爷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他为什么来骗我呀 可能也有他的苦衷吧 老爷 您回来了 您还来干什么 出去 年龙 没什么事儿了 您下去吧 是 老爷 没来 没来 是我不好 昨天晚上 我应该事先跟你说清楚 天下女人都死光了 你什么人不能去 非议去我们家的云彩儿啊 你的心思我明白 这事儿啊 是我对不起你 可这生命已经煮成了熟饭了 你让我怎么办 现在要是把云儿给退回去吧 你说 你说 你爹娘的脸面往哪儿割呀 那我的脸面往哪儿割呀 我要是生不出来儿子 你举财一胎 我没话说 可是问题我还没生呢 你就把人娶进来了 而且娶的是我们家的丫头 你不成心啊 能干吗 你不成心啊 我可早些 你 这去银门啊 那是天意 那是商天安待好了的 我也没想到的 天意不可为呀 你别拿天意摸我 我不信你这套鬼话我 你跟我说呀 燕娇这回还真没有骗我 她是到庙里去求签吧 是大师指引她去找到云儿呢 那为什么旧香灵都知道 为什么我一个人不知道 你说 我说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好了 你看 你看 再哭啊都要变成大花猫了 你也就不怕 你这肚子里的孩子 变成小花猫啊 是不是 好了好了 那我这次 把儿子收下来 你对我得把云仔儿给修了 你要不要当我的天生丫头 好好好 好 可是这吴大夫不是说了吗 他说你这肚子里的 是女孩 吴大夫是兄弟 他说的不对 我肚子里会儿是儿子 好好好 是儿子 是儿子 是儿子好吧 你要是给我生了个儿子 你就是我们白家的大功臣 那个时候呢 我就接你到城里去住 好吗 你这眼睛俩就看不到什么 什么云仔儿啊 踩儿子了什么的 好吗 那 那你说话算是不许反悔 我当然不反悔了 不行 你离字句 要不当时 你又变化了你 别说了 不会的 这事儿啊 我跟大大大 他已经立过字句了 骗不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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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但是你要是再敢骗我老爷 我 我就给你都撞死我 我就骗了 别别别别别 你可别吓唬我啊 好了好了好了 当着包儿子呢 好了好了好了 别吓唬别吓唬啊 快点走 别磨磨蹭蹭的 家里姐 谁是你姐啊 少跟我趟近伙啊 这白家的院子可真大呀 那当然了 白家大院是方圆几百里的大户人家 要不然你们瑜伽也不会把你们两个都送进白家来 我们家小姐来了以后 一定给您添了不少的麻烦 辛苦您了小林姐 三姨太 您别再这么叫我了行不行啊 让太太听见我又得挨骂了 你们家小姐的气我已经受够了 你再给我气受我就受不了了啊 那以后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我叫你姐 有外人在的时候 我就叫您的名字 你以为你是谁啊 谁稀罕你似的 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摆谱 我就烧高香了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做 院子里的事情我也可以帮着做 你本来就是个丫头 你在瑜伽还不如我呢吧 再怎么说 我也是老爷和太太的切身丫头 她们什么事情都不会瞒我的 那是因为小林姐有本事 这大院里的事情我不懂 以后您还要多多地帮帮我 假不假呀你 我告诉你 以后你要是敢惹我 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好 林二 林二 老爷您来了 你怎么了 你哭了 没没没 我眼睛里进了个东西 刚好让您去碰见了 来来来 我帮你看看 来 老爷 没事了 您累了一天了 来 我给您吃吃呗 对了 今天太太啊 还给您取名叫可儿 哎呀 我觉得啊 真的不错 你啊 还真是太可人意了 天不走 咱们睡吧 老爷 我想您 我也想你 老爷不是的 我的意思是说 哎呦你看 看你跟那小媳妇似的 哎呀 说话这么扭扭捏捏呢 让我心里挺难受 老爷 我是想 你今天晚上 还是应该 到小姐那儿去过夜 小姐 什么小姐啊 我是说 梅兰姐 你是不是 不喜欢我 嫌我姥姥 不不不 那你干嘛让我走 我是觉得小姐 不 梅兰姐 她比我更需要你 你应该去陪她 你错了 你吧 刚进门 人生地不熟的 我最需要陪的是你 再况且 我今天早上 已经在她那儿待了大半天了 老爷 你不是经常回来 梅兰姐 她天天都在盼着你 你是不是怕她以后 再为难你啊 不不不 哎呀你说吧 她今天也太放肆 她竟然敢动手打你 哎呀我得警告她 以后她要再敢动你一个手指头 我对她不客气 老爷 云儿真的没有这么想 你千万别怪她 今晚 就算云儿求你的第一件事 我说云儿 你现在啊 已经不是云家的云彩儿了 而是白家的三一太了 而是白家的三一太了 我说云儿 已经是白家的三一太了 现在就不想说 我可以再来 自己的也许 你们似乎